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视频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星期二的港股终于升了 升了四百多点 上升到一五三几左右 当然阿爺出了手 总之顶得多一咀 但今天不顶得很多咀 因为以前靠国家托市 国家不用付钱 很多奶共基金搞得如何 但是奶共基金里面有很多是外资 但是今天的外资已经切了 所以今天 你靠阿爺去托市 阿爺真的要拿真金白能出来托 去年已经托过很多铺 去年多数 一到万六就托 然后托到九菜入市 然后就交回 任务给一些九菜 然后差不多 到一万七千多 又割九菜 所以你玩很多铺的时候 玩玩一下就像内地一样 玩到今天就内地 中国人今天还买股票 其实已经可以拿去实验室 研究一下究竟他是什么心态 所以一铺比一铺难托 不托得很多 这几天看着香港的财经节目 早上、NOW、开电视 那些都考起了一班财经演员 因为去年年底 吹美国会在二四年减息 减几多次 人云亦云 不急到说得像是坚的一样 然后就因为 不断说减息 然后股市就升 那时候就能解释到 但升的不是港股 而是美股 或者日股也是 好了 现在又在吹了 其实一早 我又不要说我马后炮 哪有这么多息减 说真的 今年起码也不会减四五次 你还要记住 11月是美国大选 总统 所以就算是加息减息 说真的 也会移动到11月之前 也停止 现在也接近2月 怎可能减四五次息 好了 最近就吹了 3月 之前吹3月很大可能减息 现在又吹回头 又说3月可能未必减息 美国 但是要令到财经演员 很难解释的就是 现在说吹不减息 那美股应该倒下 但不是 当大家focus 在港股跌到14000 穿15000 穿15000 我去年已经说过 今天美国的经济问题是什么 在整个2023年 延续到2024年 整个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 就是要令到经济不要过烈 所以你问美国政府 经济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美国经济太好了 这个其实在财经演员 拿出来乱解释 解释一大论 甚至还有些 还有些爱国人士 在这里 财经演员也有爱国人士 无论美国美股如何升 也继续要 就要潑冷水 又说拆开 十大板块科技股 叉股那些 其实不是凡凡都会升 你说这些真的浪费 现在总共升到38000 大佬 纳斯达克 17000多高过港股 这些已经是叹为观止 但是 你说为什么呢? 加息也升 加不加息也升 减不减息也升 其实很简单 三句就说完了 三句就不用了 就是全球经济 全球世界的动荡 经济的不稳定 那些钱就去了 Hot Money 就去了美国 因为那里是 就是整个地球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 你这个习近平日日在吹 什么 经济光明论 现在吹中国特色 什么金融经济 还开了研习班 也很低能 大哥 你说得 说得也没有人相信你 有谁会相信 习近平懂得经济 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 就是由习近平做导师 教你如何去 何谓金融 什么国之重器 什么都国之重器 在你心目中 所以这些东西是浪费的 行动是最实际的 所以美股就是3万8000 那就是奉劝一句 现在香港这些节目 就比后之后 觉得很重要 以前我会常常叫别人买美股 现在呢 我就不会这样叫你 我告诉你 如果你现在还没碰过美股 你又觉得想蠢蠢欲动 就应该慢下来 看着点 很简单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没有一个 可以买美股的户口 那就去浪费时间 做功课 不要在香港开 上网有很多间 可以在美国那边开到 一定有方法 然后就开定户口 开定户口 把钱放进去 美国炒美国股票户口 很多都是 特色是什么呢 你放在那里 不炒 不去买股票 是没有人会逼你的 第一 第二 把钱放在那里 有些就没有息 有些甚至会有少少利息给你的 就当是存款 所以就不会伤身 OK 然后就先放在那里 等什么呢 我觉得是需要等落 OK 我说不了给你听 我真的说不了给你听 什么时候 但是太高位了 现在有很多都 除非你怎么样 真的好像刚才那位说的 有些板块是不动 但是你要浪费很多时候 就做很多的功课 有些很低的价位 在美股上 你仍然在很高位 即38,000多点 你仍然都可以找到 但是就要 就要怎样呢 真的要自己做功课去找 不要听那些财经演员说 因为经常说来说去 他们都是那些 妈妈是女人那些 即是Tesla Apple JuJuJu 整天都是波音 就是说来说去 这些 不用你说的 但是 其实有些很低位 都可以找到 我举个例子 我不会说股票的名字 因为我不是教别人炒股票 但是有一些 过往2023年 你仍然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 不要跟他们谈恋爱 几毫子的 几毫子美金 假设一声 可以升到两三元 那你就拿来放 就是这样 几倍的 有些还很宽 美股经常有这些 很好玩 但是要自己找 你可以玩 但是最好就是 是时候要等 现在要保守 要等一个大的跌市 然后 即是股票 没有永远升 所以 先等它倒下来 看看今年的总统选举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会出现 现在 大佬天天地升 就不是办法 所以 目前的情况就是 美股又不要怎么斗 港股又不要怎么斗 港股就直接不要斗 难道你真的看到 昨天升四百多点 那你又来吗 不要变韭菜 记住 每天起床 第一件事 要提醒自己 是什么 我是一条韭菜 OK 今天看到 《信报》 《财经新闻》 有一篇文章 《信报》 《香港的信报》 《信报》 他在滞后一天 他在说 齐齐想起来 就是救市 他说的 他提及到 就是我们 永远都能力不及的 立法会议员 叶柳 他就说 他说 外汇基金入市 就是 他就提议 用外汇基金入市 去提振市场的信心 叶柳是这么说的 他说 他建议 就是外汇基金 每年就撥出5% 去增持这个港股 5%大约的概念 就是 你当他所谓 香港今天的外汇基金 还说号称 有4万亿港元 4万亿港元 5% 就是2千亿港元 就是叫外汇基金 拿2千亿港元 就进市 他说 叶柳目前股市低了 部分市民 或者很想进市 但是担心市场未见底 如果港府透过外汇基金 带头吸纳 就可以提振市场信心 也可以增加政府投资收入 一举两得 先说一下叶柳 这个 永远都能力不及 经常把市坚撬出来的 就是 又一次 又一次 叶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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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什么都不要搞外汇基金 你真是按摩的 你真是搞得到自己 真是傻 你这个概念 是不错的 一会儿才解释 不错的那方面 但是 说你按摩的就是什么呢 你想什么都不要想外汇基金 这里有几样东西 我马上就想到 外汇基金 第一 这几年 如果大家偶然看外汇基金 报出来的成绩 已经是亏多赚少的 OK 很多人都不明白 拿着四万亿 放到美国 买国债也好 做定期也不会亏 不错的 你又 四万亿每年 如果赚3-4% 都已经够了 他不是的 他当然会去买些什么 买些什么 买港股 也是其中一样东西 你猜他没有 不过 你叫他再拿2000亿出来 增持这个 港股的成份 其实就很傻 为什么傻呢 你要记住 外汇基金最大 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最主要的 重中之重 考考大家 就是保护联系汇率 这一两年 已经全球都关注 究竟是香港 我之前看了很多节目 我都说过 你要不要联系汇率 就是你的事 基本上不关美国佬的事 除非美国佬制裁整个香港 连香港也不能用美元 那你去到这么极端 就应该不会出现 所以问题就是 你的联系汇率 是要来补 那4万亿是要来补 7.8 要顶住7.8 喂 这一两年 你问外汇基金最忙的 就是 只是买回 留了出去的 那些港元 都已经不能够 那这里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你猜那4万亿真的不用用 是吧 第二 就是 黑社会道理 这个号称的4万亿 是不是还有4万亿 我问过很多次 这个问题 很简单 黑社会概念 阿公问你 阿公 不行了 就是州主不来了 阿公有很多 很多紫质 但是 云云看完 那些紫质 真的很难得 有一个 那些紫质 还有现兜兜 有cashe 还有不小 这块钱 那阿公 紧打你主意 难道 打那些 上海 广州 北京 那些已经做老祖打了 然后 问你拿钱出来 不要说拿 借利 我过去澳门 普京 拼两手 转回回 赢了 就把你扔回到你夹晚 如果输了 那阿公 就当是帮阿公一把 以前阿公没有帮你很多 是不是 这个概念 所以那4万亿 还有多少 那真是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你一叶楼 就叉叉叉叉 拿出来说 大哥 香港现在 今时今日 阿爷最紧要的两块钱 一块就是外汇基金 另一块就是MPF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真是吃室米 就是 崩口人 寄崩口管 所以你当然不可以打这个主意 金管局 这么快 没有雷工 这么快 已经立即出来回应叶楼 他就说外汇基金 主要就是用来保联会 免得长篇大论说 他说还有一件事 他说就是 这个外汇基金法定使命 还是维持本港货币体系稳定 其投资组合必须保持高流动性 以备在有需要的时候 迅速变演提供资金 这个回应 我觉得也是很妙的 金管局的言下之意 就是说 港股是一种不容易迅速变演提供资金的物体 那你这个是不是回应 还回应 你不要再打 多两脚啊 他意思是说 外汇基金买的东西 要迅速变演 因为我们随时都要有不时之需 但是买港股 是不是迅速变演提供资金呢 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迅速变演出来的 OK 那就是 大家都吃失米 他还说 外汇资金 如果 另外一个大方得体 他说 如果外汇基金 有需要变演的时候 万一我们真的要变演 那是不是会为港股 带来这个沽压 其实会形成反效果 所以我们不会争持 你不要打我们主意 叶楼 那我就回应了他